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犬哥网站 我是犬哥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你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部落格了吗 我会跟你分享几个 我多年经营部落格的实战经验 从自驾网站的环节到后续的网站经营 今天你一次都能够学习的到 这部影片可以帮助你在新的一年或者是现在 开始透过部落格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并且透过我网站带来源源不绝的线上生意 好咯 那我们就开始吧 另外如果你还没有网站的话 下面描述栏有教学连结 可以免费学习自驾网站 我们也有提供网页设计和网路行销服务 可输入这串网址点击搜寻哦 要开始经营部落格呢 你绝对会需要有一个网站 不然一切都只是空谈 目前可以开始写部落格的平台其实有很多 像是常听到的匹克帮啊 方格之啊 微博 median weeks等等 都是很好的写作平台 但魔鬼呢 常在细节中 使用现有平台呢 虽然不需要有成本费用 但网站呢 所有权呢 其实是被绑在平台身上 如果有触犯到平台的使用规则啊 你辛苦经营多年的部落格呢 可能呢 就会马上被停用哦 此外 平台的运行呢其实背后呢就是靠公司呢去支撑的 如果公司经营不散啦 或者是策略转型 又或者是呢要转让经营权等等 也都可能呢让网站被迫停止哦 如果你有经历过无名小站的时期啊 那你应该呢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他曾经是呢台湾最大的部落格平台 在那个时期呢基本上算是风靡全台 有非常多的人呢 透过他上传网路相簿啦 部落格文章啊等等 但后来呢由于内部的考量因素啊 文明小站呢决定与Yahoo齐磨作合并 并且呢最后在2013年呢终止平台的服务 导致呢曾经在平台上呢 花费大量时间经营的个人站长 都被迫呢要想办法解决网站终止的问题 而很多找不到解决方法的人呢 就只能再重新开始经营网站 会分享这个观点呢 不是说部落格平台不好用 他们呢也有很多优势 但你的网站生存与否呢 确实跟平台本身的生存呢 或者是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 所以呢如果你的经济状况允许啊 我会建议呢可以采用自驾网站的方法 可以避免呢上述这些问题 有关自驾网站的教学啊 我在全个网站已经有分享 多种类型的网站架设方式 像是部落格啦 形象网站啦 购物网站啦等等 都有做分享 如果你打算自驾部落格 我也把相关的教学 放在下方资讯来方便你做学习哦 2.确定你的网站方向 有关网站方向呢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你的网站立基点 也就是呢你打算经营什么主题 打算呢分享什么给你的读者 有关寻找网站立基点啊 你可以透过这三点做综合分析 挑选出呢最适合自己的主题 这三点呢分别是 兴趣 技能 市场 而最完美的情境呢 就是这三者合一的交汇处 通常呢也就是最适合你的网站立基点 我举个例子做说明 假如呢你对居家设计有兴趣 平常呢就喜欢上网买买居家小物啦 或装饰品平常呢也喜欢到处看看不同的室内设计 或者是软装摆饰的风格 你骨子里呢知道这是你热爱的事情 或许呢这件事情呢有时候会让你忙到很晚 但你也呢不觉得累 这很有可能呢就是你的兴趣 而另一种简易判断的方式 就是呢你对这件事情呢是否有一种正向共鸣 如果有共鸣那这应该就是你的兴趣错不了了 找到自己的兴趣之后呢又或者是说是你热爱的事情后 你就拥有了呢坚持下去的基础了 再来我假设由于你的兴趣使然 让你呢曾经到软装设计公司啊 或者是居家选品电商等相关公司任职 那你可能会知道呢如何才能帮客户呢打造完美居家空间的流程 毕竟呢你曾经有过实战经验 而这些实战经验呢其实就是你的技能所在 如果你有实战的经验啊 你在部落格上呢就能够分享比较独特的观点 吸引那些同样呢对软装设计啊是感兴趣的读者们 如果你拥有实际的作品集呢 或是你有一套完善的采购进货销货策略流程 你对这些读者来说呢就将会变得更加特别 最后也就是那你的网站立基点是否是有市场 经营部落格呢最怕的事情之一呢 就是你花了大量的时间经营 但最后呢却找不到变现的管道 有关你的网站立基点呢是否有市场 就需要做功课呢了解目前的大环境 或者是未来趋势等等 另外一种判断是否有市场的方法呢 也就是呢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是否有这样的需求 或是愿不愿意呢为你的服务啊或者是商品买单 那以上呢就是快速找到网站立基点的方法 当然呢很多时候呢比较难做到 兴趣技能市场同时三点合一 这时就需要依照自己的判断呢去做取舍了 3.立即呢开始撰写第一篇文章 找到了网站的立基点之后呢 接下来呢就是开始撰写部落格了 我看过有很多人啊由于担心自己写的不好 或者是呢觉得把自己的想法啦 见解啦放在网路上感觉很丢脸等等 但这些呢其实都是过多的担心 凡事啊都有第一次 就像小时候学走路一样 也不是一开始呢就能够走得好 在这过程中啊你可能呢会经过无数次的跌倒啦 但练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跑或者是跳 甚至是呢参加体育比赛等等 其实呢经营部落格网站呢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开始呢你可能呢一篇文章就会花上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或是呢左思右想呢都挤不出几个字 或是遇到灵感枯竭的时候 但只要呢你开始撰写第一篇文章 你将会发现啊你的文笔越来越好 然后呢规划文章主题的时候呢 也越来越知道读者呢想看些什么 这些呢都是从你开始写第一篇文章后呢 才有可能呢会陆续学到的东西 套一句老生常谈的经典名言 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 你只有开始才会变得很厉害 跟大家共贬值 四持续发布文章 一周到底要发布几篇文章呢 这可能是很多经营部落格的站长们呢 轻松的一个常见问题 如果你是刚开始呢尝试经营部落格的小白 那会建议呢给自己的目标是 一周至少产出一篇文章 布落格经营的初期呢 先不用追求文章数量 只要呢可以坚持下去每周写一篇 然后呢可以持续三个月的产出 就已经很棒了 等到呢你已经熟悉 每周至少产出一篇文章 而且呢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依照自身状况 看是否要增加每周产出的文章数量 像是改为一周产出两篇或者是两周产出三篇之类的 透过增加文章数量获得更多的网站流量 又或者是呢你也不一定要透过增加文章数量的方式 也能够取得呢更多的网站流量 你一样呢可以维持一周产出一篇文章 但把多余的时间呢拿来让文章变得更加完整 或是呢进行文章更新 也就是更注重文章的品质 由于你的文章品质足够的优秀 会帮助呢你在某些关键字的排名上呢 来得更有竞争力 有关SEO相关的教学系列 我也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帮助呢你补充更多的SEO相关知识点 5.持续产出比集中产出重要 那这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简单来说就是每周呢定期产出一篇文章 然后呢持续一个月的效果 会比你呢一周产出四篇文章 然后呢后面三周都在休息没有发文 那前者的方式呢 从长期经营网站的观点来说 会是比较好的 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呢 持续定期发文的动作 也能培养他们呢定期回访你网站阅读的习惯 那站在部落格搜寻引擎的角度来说呢 如果有时常呢做更新的网站 通常呢在SEO的排名上呢 也将会更有竞争力 所以记得持续产出呢 比集中产出更加重要 6.善用Google日历 当你开始呢有持续产出文章的习惯后呢 相信我你会很需要呢一个时间表 能够帮你有条理的列出发文日期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呢 之前有尝试过蛮多的时间排程软体 有免费版也有付费版 但绕了一圈呢 才发现还是Google日历呢 更加的好用 操作上呢除了简单 而且还是免费的 你可以在Google日历上呢 分别列出文章要发布的时间啊 也可以呢个别加上一些备注事项 用来提醒自己需要留意的地方 那现在很多人呢不只有经营网站 可能也会呢把文章转发到社群中 或者是呢本身就有经营FB啊 IG啊 TikTok等等 那你一样呢可以把发文的时间 一并呢整理到Google的日历中 这样呢就不至于连什么时候发文呢 都搞错时间 又或者是呢有疑问三不知的情况 简单来说呢 善用Google日历它是免费的 透过这部影片 相信呢你已经知道 如何开始打造自己的部落格网站了 基本上呢就是立刻动起来 不要再等待了 因为Google搜寻引擎呢 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流量来源地 这绝对是呢物超所值的投资 好咯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 by bwd6 by bwd6